音乐之声上校去世 小年91岁 演过百余部电影《82岁中夺奥斯卡》 据每日邮报当地时间2月5日消息 出生于加拿大的好莱坞男演员克里斯托弗普鲁莫 Christopher Plummer 于当地时间5日早些时候 在位于康涅迪格州的家中去世 小年91岁 普鲁莫去世的消息 是由他的妻子现年77岁的英国女演员伊莱恩泰勒 L.A.M. Taylor最先发布的 并且称丈夫去世时 自己在身边陪伴 而至于去世的原因 泰勒解释说摔倒后撞到了头部 普鲁莫从事演艺事业超过60年 最初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因出演莎士比亚戏剧而知名 并且在百老汇中获得过两个托尼奖 在过度到电视和电影工作中后 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获得过两个爱美奖 而普鲁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则是在1965年的电影《音乐之声》中 他饰演了外表冷酷的冯特拉普上相 由于长期的海军生活和对失去妻子的悲痛 使得他很难露出笑容 并且像管教士兵一样 严格地要求着自己的七个孩子 直到身为修女的玛利亚进入家庭后 一切才发生了转变 冯特拉普上相虽然冷酷 但形象却是高大英俊的 并且还有有低沉的嗓音 尤其是捧着吉他弹唱《雪荣花石》 真是万分迷人 尽管普鲁莫本人并没有凭借冯特拉普上校这个角色获奖 但普遍认为 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 这是当时在片场的照片 比起荧幕上的上相 日常生活中的普鲁莫似乎更具魅力 而这也和他的自身经历有关 普鲁莫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家族的后裔 尽管他出生时 家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但对他的教育和要求却依然很高 他能够说出流利的法语和英语 同时还有着高超的钢琴演奏技巧 普鲁莫的老友兼经纪人卢皮特 卢皮特评价他说 一位非凡的人 保持着老派的绅士风度 有着敢于自嘲的幽默感 以及对文学音乐的深深热爱 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尊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而得知普鲁莫去世的消息 凭借着音乐之声而名声大振的女演员朱利安德鲁斯 朱利安德鲁斯悲伤地表示 世界失去了一位出色的演员 我失去了一位真爱的朋友 现年85岁的安德鲁斯还称 我珍惜我们共同工作时的回忆 以及多年来我们分享的所有幽默和乐趣 据悉他一生出演了100多部电影 只是直到2009年 才凭借着讲述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电影 最后一战获得奥斯卡奖的提名 最佳男配角 不过2012年普鲁莫终于登顶 凭借着初学者中精彩的表现 获得了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同时也获得了金球奖和美国演员工会奖 以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 2018年 10年89岁的普鲁莫凭借着金钱世界 再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核岛电视HOTV 整理报道 谢谢收看核岛电视